大鸡腿大虾小芹菜还有炒藕片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悠 这是我们在山东酒店的晚餐 然后作为吃货呢我们还准备了一大桌子零食 在这个酒店我要住五天 每天就是吃了睡睡了吃 只要你不去想别的太多的事儿 人还是挺放松的 完了有四次检查 每次都是那个长棉签在嗓子眼里刮点吐沫 还好我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不适感 每次检查的时间大概都会是早上四五点左右 都是工作员来敲门 然后我们就起来检查一下 之后呢就是再睡个回笼觉 然后早上七八点了我会起来再烧一壶开水 觉得有点干 这边天气吧可能有点干吧冬天的原因 好了烧点开水之后呢工作人员 又搞好把早餐送过来了 就这样我们又正式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从吃早饭开始 这次在酒店里我是和我一起回来的朋友住的一个房间 因为它有哮喘还挺严正的 特别是冬天会经常发作 所以呢在酒店房间里我们俩就一起住了一个套房 来了 来了 就这么多 现在吃午饭了 我还泡了一桶面 因为快一点了我不知道它的饭几点到 泡了面面刚泡好饭来了 下面不是可以给我 大虾大白菜 土豆丝 还有那个肉枣西葫芦 大米粥 小米粥哈 这个是 小米粥 橘子一个 然后还有饭 这面都干没了 现在又要吃 对 吃那罐中 那饭不要给我点 我不是每天都一问你 要饭吗 把你饭吃完 就我吃了 你说大个儿白长了 你说回日本 你家俩宝不一定能认得出你了 对 妈妈怎么了 肿了 昨晚起早也是 我会看自己的症状 算了 这段时间就放松一下自己 我觉得有得忙 本来以为隔离 能仅是减肥瘦点 没想到还胖了 我感觉最近的其实好幸福 好久没这样了 少年孩子说 家 不给 好吃 小米粥 这是小米粥 小米粥 小米粥 你们家那边不吃小米粥吗 那里就吃米粥 白米粥 那里好吃 你上面那个 白子上面放点肉干嘛 也好吃 对吧 稍微放一点 多放就上火了 放足够 这还在吃 吃吧 赶紧吃完了 明天 隔离结束 回去东西能少点 这时候隔离结束 回去好像自己有事 还不需要隔离 或者用一份隔离 你要不要来点 我不吃 你都吃了吧 这个好吃 辣辣的 跟这个一起倒下饭 好吃 好吃 不要把我拍那么丑 哈 你不拍不拍就快吃吧 在酒店里的这几天 我和朋友最开心的时候 就是吃饭的时候 所以每次吃饭 我们俩都是一边吃饭 一边追着剧 自从生完老二男将以后 我都没有追过剧了 感觉在酒店这几天 吃着饭追剧的日子 好幸福 然后朋友也是 她也是一个很忙的宝妈 这次能顺利回来 也多亏她了 她老家亲戚朋友 也都在这边 所以呢 我是不能回老家的 然后呢 后期就会和她一起 来她家居家隔离 在酒店的日子 我几乎每天有机会 就和爸妈视频 然后就是了解 老家那边的情况 而现在结果就是 我爸妈说 因为我们那块还挺 管的挺严的 连他们要去县城 都是去不了的 所以呢 叫我放弃回老家的念头 就不让我回去了 我本来也想让爸妈 来山东这边 来青岛这边看看我 就是我们一起聚一下 再让爸妈说 因为他们连县城都出不了 所以根本也来不了我这边 他们还在老家一直催我 让我赶紧办完事 然后赶紧回日本 说孩子们在等我 我认为我们在家里 可能今天 可以 尤其是 我认为 我和我朋友两个人住的是 套房 这是客厅 那边 小路是我们吃饭的 还有那个 两张大约沙发 这边有空调 还有那个 电视 自然有点卡 但是 还可以 经常可以看看电视剧什么的 我呢 从这边进去 这边是一个 挂衣服地方 这块呢就是有卫生间 卫生间的话 它有暖气 洗澡 不冷 有马桶 有淋浴 这边是那个 梳妆台 沐入洗发水 然后压高压刷什么的 都有 这边过来呢 就是 睡房 房间 挺大的 那边有空调 还有这个就是 应该是两米大床吧 我们两个人睡 足够了 这边呢 也有电视 WiFi是 大家都通用的 我们住在八楼 每天基本上都是拉着窗帘 现在是下午四点 还有两个多小时就晚饭吃了 看我鞋 我们现在吃的这个盒饭是一顿二十块钱 有饭还有汤 早餐的话稍微差一点 但是早餐的量 样数也特别多 还可以 一天饭钱是六十块 房费是二百六 但是我们两个人 因为特殊员 你住一块的话 就是房费呢 省了一点 今天吃完这一顿 明天早上 不知道要不要在那边吃饭 就等着我们在 那边去的地方再接我们 我们就居家隔离了 这样大家见到我 就在我朋友家里了 好了 谢谢大家一路的关心和支持 也祝我一路顺利吧 那么希望早点回去 好几天没拍视频呢 我好紧张啊 拜拜 我烧鸡 吃过吃饭了啊 拜拜